由于疫情快速升温 全国更进入第三级警戒 为了避免群聚接触感染 财政部方面宣布 所有国税局取消零贵服务到5月28号 由于内有民众到基隆 催务大楼现场要缴税 国税局基隆分局方面 特别提醒民众不要白跑一趟 因为疫情严禁 所以说我们财政部已经发布了 就是所有全国的国税局 分局 计政所所有的单位 都暂停对外所得税的 报税的零贵服务 零贵服务就是包括 所得查调或是网络申报 或是一些资料文件的补送 都暂停到5月28号 那请大家共体时间 就是团结抗议 这样就是停止零贵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麻烦 不会 还好 还好 安保你要怎么缴 等时间到再缴就好了 另外包括三四月份的营业税 四月份的货务税 延九税等报缴期限 也顺延到5月31号 营业税三四月的话 那本来是17号要报了 也延期到31号 就延期到31号申报缴税都可以 那其他的货务税 厌酒税 特销税 那四月份的话 就是说可以延到 一样延到5月31号 国税局方面也再次呼吁民众 多多利用手机等行动装置 上网报税 既方便安全 也能为防疫工作 或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导